另外首相Nadusli Anwha表示 在第十二大马计划剩余的三年里 将因为私人领域消费增加 使得我国每年经济增长率 介于5%到5.5%之间 至于三年后的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更有望达到6万1000令吉 安华也透露 在中期检讨报告所签订的 十二项宏观经济目标中 有七项已经达成 四项正在完成 只有一项的进度落后 另外私人领域投资 预计每年增长6.4% 或平均每年增加3亿令吉 至于全球经济方面 预计会在2023到2025年期间 按年增长3.1% 先进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1.6% 发展中国家则是4%